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喬老師 欸 今天好熱喔 明明是11月中 已經快月底了 怎麼還那麼熱 OK 今天我們來到了這個2020 台北玩具創作大膽的現場 欸 就在華山 有沒有看到 排隊人潮 真的是人山人海 欸 今天是11月 不是暑假欸 對 禮拜五的早上10點 台北的閒人有這麼多 我的天啊 我們今天就跟大家一起來看 台北玩具創作大膽 今年有什麼有趣的地方 GO 我們第一站 大家都在排A管 以往台北玩具創作大膽都有分AB兩管 那 大家都會先主力跑A管 你看 全部人都往A管進去 我們就反騎道而行 我們先走B管 好不好 今天我代表的就是 張連傑 OK 張連傑 欸 走吧 38度 好 我們現在站在這一區 隔離區 算是一個隔離區 因為剛剛我進來量 一開始體溫太高 所以 可能沒辦法進去 那小女朋友聯進站 其實我們剛剛稍微降溫了 就OK了 好 我們來到第一區 所以B管第一區這很重要 這是入口 直接 一進來都可以看到 就是Buster Call 那這一區 它其實是由日本的Fan Blasto發起的 然後號召全世界的一個 這種藝術家 不會只是做原型藝術家 可能是插畫類型的藝術家 多類型的藝術家 然後參與這一個Buster Call的盛會 欸 那如果講到藝術家 是不是我們直接就Cue起來 藝術家 藝術家 你看剛好 欸 強哥 剛好這一次 在這個Buster Call的 這個召集令的活動 然後強哥也是在台灣 藝術家其中一位 是 嗨 大家好 我是阿強 阿強 L2C L2C 我的藝名 對 你最具代表作的作品是什麼 就是那個 搶你 大腳 大腳 Bitfoot Johnny 參加這個活動 當初的發想是什麼 當初發想其實很簡單 就是我 常在使用的那個Bitfoot Johnny 這個角色 然後就是穿著他最喜歡的 騙人布的造型的衣服 然後跟著 航海王一起出海冒險這樣 概念是這樣 然後這一次在這個展區啊 聽說主辦單位 還有做一個巧思對不對 是 示範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是可以拔起來 磁吸的是不是 對 拔起來 就是拔起來然後翻過來 是有作者的一些內容簡介這樣 OK 你雲零人喔 是是是 雲零動 好難 雲零動 我全部的重點都看到這個 雲零動 那還有一個最後的任務就是 在巴斯托惠的專區啊 我跟你講除了作品好看 還有各國藝術家的作品 還請了 就是填問卷的 秀哥 小天使 欸 我們邀請強哥一起填問卷 我覺得很重要 欸我們就兩位要填問卷 沒有人來找我們填問卷欸 欸 對 對 來來來來 這是什麼 欸 這是你的Line是不是 那問卷掃完會送什麼東西 會送我們經典的貼紙 喔 可以看一下 會送貼紙是不是 所以大家一定要記得來掃QRCO 好不好 填問卷很重要 OK 那我們就跟強哥說掰囉 再見 OK 我想要逛一下這個 這我都還沒講 這個就是喬巴嘛對不對 對不對 喬巴的造型 胖喬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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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從很瘦的時候被他叫胖喬 叫他變成這樣 真的啊一模一樣 什麼什麼一模一樣 十年之前我不認識你 然後現在這個都在預購 所以可以線上預購 或者是有實體店可以預購 那我們又 又這麼突如其來的 這麼say的 你的作品感覺就像say好一樣 對不對 對 我想說你在很遠 我去找你 你的作品在哪裡你知道嗎 走走走我們來看一下 他們忘了輸出啦 真的假的 沒有出到你的圖 當然有啊 在這邊啦 你咧 你知道這還有一個巧思耶 你可以把它拿起來 真的假的 有人在破壞掌櫃喔 好啦快點了拿起來 破壞掌櫃喔 你看背面 好酷喔 有沒有 厲害吧 一二三挑一個 欸 欸 就這麼巧 剛好就在 Buster Call這個展覽 又找到另外兩位 代表台灣 出去的這個藝術家 一位是球哥 我是放樂耶 好球 然後這位是 欸我是毛毛二耶 可是你要說 你是我的好朋友 毛毛二 開頭都是這樣 我是巧思的好朋友 毛毛二 作品的照片也在這邊有展示 那其實他們作品都有做出實體物 對啊對啊對啊 可是都在海外流浪 現在不知道在哪裡展覽 海外流浪 找球哥的作品 對 這是球哥的作品 對 那這次你們也有在 TTF也有作品展覽 有我們在A館 A館 好 那當然除了 剛剛這三位藝術家以外 還有一位 也算是我們好朋友 就是Bounce老師的 他是用插畫而已 那這次Buzz Co 這個召集令 他除了 有立體物 或是平面插畫作品 然後還有影片的形式 就是 各類型的藝術家 都可以參與這一個活動 那他主旨就是要跟 航海王相關 的一個周邊創作 欸我覺得這個 這很正耶 哇靠 這很正耶 羅賓的咧 喔還有羅賓的 還有這個 羅賓 我們等一下再找他 你們都在哪裡 羅賓還在A館訂頭卡 好 剛剛前面介紹完那一件 喬巴的作品 然後再來第二件 就是魯夫拉 就是算 航海王裡面 最具代表性的人物 那這位設計師就是 Alex Salas OK 就是做這種 一樣的風格 那這些作品都可以預購 那接下來開發的作品 會是以軟膠的形式呈現 好再來這件作品 厲害啦 連喬老司個人都想買 設計師是時期沙秧嶺 然後他是以 納美的形象去開發 那接下來第一件 預購商品就是前面這一件 納美經典配色 那後面會有 未來有可能會開發商品的配色 喔最後面那個女帝耶 很正耶 就是這種小惡魔的感覺 壞壞的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可以直接上 萬代的Premier版代 直接訂起來 那現場預購的話 在B館的服務台 或者是Monster台北在這個 TTF102攤位都可以預購 那都是有九折優惠 那如果想要看到更多 Bustercode的這種作品 詳細的連結 可以去參考下方這個IG 那我們就 跳去下一站 我的錢 印度麥可 這個啊你看 酷吧 它有一個這個 有一個徽章 一個別針 喔這外面那個嗎 OK 好謝謝你 謝謝你 得到兩張貼紙 帥 這是ONIR啊 ONIR啊謝謝人好 ONIR啊 我看到他買 這是磅石的鐵金剛嗎 這是磅石的嗎 這是磅石的嗎 對 哇你搶到幾號 排很久嗎 它限量100是不是 這多少 9千 好我等一下去搶 我等一下去搶 我這有賣香菇耶 這真的假的 假的嗎 真的吧 每一隻都不一樣啊 假的吧 這個是永生蘑菇啊 我問完答案啊 他說是 真的模型 他說真的 那為什麼每個都長不一樣 看厲害吧 每個為什麼都不一樣 看來多少個模型 啊 他不敢 他不能說這是真的 喔這裡啊 這裡有 好像有劉雨環的東西啊 這是一些膠啊 塗裝 肥巧 他作品直接用這種 用這種羞辱 極盡羞辱的方式 他這作品直接用這種羞辱的方式 這好酷喔 我覺得這種 彩幻的感覺 好 現在我們看完這一區 他是台北原創藝術 玩具大賞 然後這邊有展出一區 就是入圍的作品 哇 然後各位有興趣的 也可以線上投票 幫這些創作者們加油加油 為什麼 為什麼會想要找劉雨環上社 劉雨環嗎 因為他本身是在台灣 算是蠻知名的冤心 真的喔 對對對 對對對 再來就是他上色的功力 其實是一個非常仔細 對 所以你覺得他做出來這樣的效果 你滿意嗎 我非常滿意 真的假的 現在很多玩具 他是以3D的練習方式去製作 但是他保留手感的效果 對 這是真的 去雕塑 對對對 我體驗過他的手感 對對對 所以他東西其實仔細看 是非常細膩的 對對對 好 祝你們展出成功 謝謝謝謝 好 那還有一個問題 為什麼你們要取叫這個 Fed Joe呢 Fed Joe嗎 因為其實我們原本是取英文的胖喬 對 但是因為這個字眼比較敏感 所以我們去取著諧音 喔 那你知道 因為有人叫我肥喬嗎 真的嗎 對啊 對啊 那你跟這隻角色應該會滿有緣的 所以有機會我們可以合作合作 所以他們不是故意的 跟劉宇環沒關係 謝謝 趕快笑 哎呀 透明的娃娃 喔喔喔喔 現場看也很震撼耶 中凱翔的作品 我沒看過 只是這個 這是他的作品啊 浩哥喔 可惡 有浩哥公仔 欸 有這個耶 我買這個 欸 這個我買這個 先買這個 喔喔喔 喔喔喔 可以請慢慢買 我真的買這一隻 我真的買這一隻 在幹嘛現在 排隊消費 這段可能不能拍出來 被老婆看到完蛋 我們買這一件 BUNS的鐵金剛 我覺得這個配色很帥 之前就很想要了 然後它現在限量100體 然後都已經出了 那一定要買 好謝謝你喔 謝謝 掰掰 買了 剛剛看到被嚇到 鐵金剛 BUNS鐵金剛 帥到 但我要拿 那拿著才有購物感 不然我會一直買 算了 哇 上面是羅賓 這個不錯耶 感謝 這個怎麼是你的菜 你應該是要喜歡這個才對吧 不會不會 你奇怪 這個我也覺得不錯 我那天有看到你貼的圖 好我們來到這個攤位是有益文創 那這一次毛毛二跟球哥嘛 對 幾位生意師 就是有台灣跟香港的 還有羅賓 跟歐登 五個人 你看 這邊賣完了 小飛俠為主題對不對 科學小飛俠 有這種工廠還有聯名的 聯名的綠茶 可以嗎 可以綠茶 聯名的酒啦 那喜歡的也可以來這個 有益文創的攤位 來看看 歡迎來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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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我們就 快逃出這個地方 太恐怖了 看不見 哇 終於逃出來了 這裡 太恐怖了 裡面太恐怖了 真的 人非常多 你看 我們剛剛裡面人那麼多 你看外面場外 各位辛苦了 好不好 好記得 要來到華山 來看這一個 一年一度的 台北環境穿透大展 然後就到這個週末 禮拜天喔 OK 那 希望我們有沒有點訂在 喬爾斯的模型皮疙瘡 現在見很拜 什麼厲害的東西 沒有特別厲害 你看 我每年都要買一隻鐵金剛 很久沒見到妳了耶 真的 那好像變瘦了 變瘦了嗎 給你檢視一下 我真的變瘦了嗎 真的 那 那 給你 給你檢視一下 我是不是真的變胖了 有耶 什麼 真的變得很髒 來 我上次正期在那個 什麼大張 封在展覽上看到你 但是你很胖 我這麼多 妳都沒有跟我 妳都沒有跟我講 我很變胖 我 捨不得傷害你啊 哇 真的 會不會傷害你的心 好 我跟你講 我今天 等一下走路會淡水 好 其實我們 PTF之前我們就有一個想法 就是每年就是一個玩具盛會 那 有沒有可能 會不會明年2021年 我們PTF也會參與呢 有沒有可能 翹翹 做一個屬於自己的公仔 或是一個創作呢 大家給一點想法 或見面 在下方留言 呃 10月底了嘛 也快要接近一年的尾聲了 所以明年要做什麼 下方留言 讓我們參考 感謝 感謝